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21年中 无尽的拉格朗日上线了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我想 或许可以称之为 创新的挑战者 但创新的过程中 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当时项目主打的 核心创新点之一 是无极缩放地图 与市场的主流形式不同的是 无极缩放地图的沙盘 和高层战略地图 是融为一体的 这一点能给游戏体验 带来大幅的提升 在项目研发中期 需求的大量更迭 使地图看起来 缺乏整体性的规划 部分层级的信息过载 和信息缺失 还比较常见 当时制作人 也很敏锐地 看到了这个问题 并发起了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人 开始对地图 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尽管我们也知道 这件事情确实非常的艰难 同时呢 我们也陷入到了一个反思 无极地图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了求索之路 去图书馆查阅了一些 信息学和地图统计学的 文献资料 这些学科资源真的很宝藏 这个雄环过程 大概持续了有半个月 直到有一天打车回家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规律 定位目标地点的时候 地图总是会下探至底层地图 而预览路程的时候呢 地图总是会提高至高层地图 也就是不同的需求 对应了不同的地图层级 而且是有规律性的 然后第二天上班 就做出了这张图 这个金字塔模型 完整地演绎了用户 在无疾缩放地图中的体验目标 其中的道理和打车那个例子 是非常相似的 在地图的低层级 用户目标往往是和具体的信息 还有行动有关 比如我家在哪个小区 在哪一栋楼 而在地图的高层级 用户则更加关注 宽泛的概括信息 比如新加道公司 有多少条路可以供我选择 哪些路正在堵车 堵的程度怎么样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金字塔 推导出了每一个地图层级的 层级需求 进而确定了各个层级 需要设计的设计表现 这样最核心的问题 就得到了迎刃而解 那么 SLG地图模型和打车软件 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都知道打车的需求路径 是以单线需求为主的 比如搜索目的地 查看路径 打车前往 而SLG呢 SLG的需求路径 是以多人参与的 探索 扩张 开发 消灭 等阶段性需求为主的 战略模型为核心 简单来讲呢 就是战略模型的设计 决定了战略地图的设计 可以理解为 战略模型才是爸爸 实际上它的全貌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张图解释了SLG战略地图与战略模型 还有用户体验三者之间的关系 战略地图是用户用来打开战略模型体验的钥匙 所以之前我们碰到的困难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重视用户体验路径 这一关键的一环 来看看这个逻辑的应用 对地图带来的改观 有时候当我们设定了宏伟蓝图 在讨论地图上线的时候 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 下线是什么 用户在实际体验中 真正在意的下线到底是什么 是速度 用户达成任务目标的速度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当你需要在地图上找出 哪些地方有更宝贵的资源时 这两张地图带给你的体验 将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达成目标的速度 我们做过测试 后者几乎只用了前者 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达成目标 这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同样的 当你在决策战术时 哪张地图可以让你 更快地识别地图单位呢 答案似乎很明显 我们将地图中 不符合这一需求的信息 进行了过滤和删减 并把可以支持这一需求的信息 进行了视觉上的加强 那么得到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更高层级的地图层级中 地图需求已经变更为了 广义的概括信息 当你在指挥决策时 你一定需要这些更加全局的信息 来帮你判断局势 而在这种情况下 你并不需要知道 哪里有更宝贵的资源 所以这些资源都会被过滤掉 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大时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信息 应该是更加的宏观 所有的信息形态 都应该致力于这一目标 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同一个信息在不同的地图层级中 的视觉形态 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信息是要服从于地图层级目标 简单来讲 就是个人要服从于集体 只有这样 才能让地图完成层级目标的同时 保持高度的整体性 最后 当你在进行整体局势判断时 单位信息或趋势信息 已经不再重要 当你判断与周围的局势关系 你需要了解周围的事物 哪些是最重要的 除了这些 其他的都不需要关心 但这并不是全部 我们整合了地图学科 信息学科 统计学科等等相关的资料 并结合无级数字地图 信息层级体验理论 对SLG数字战略地图设计理论 产出了全新的论述成果 数字地图学 这一成果将全面支持 其他具有相似应用场景的项目 带来更多的应用价值 这些都是我们迭代之后的一个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无尽的拉格朗日的战略地图 在迭代后 我们的设计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落地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中 看到一些似曾相似的场景 比如说打车 这里是高层的战略地图 我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战略局势 并且它可以无级地链接到 我们的中层地图 资源模式 这里你可以雄找所有的资源 当你继续下探的时候 你会看到更多的战术信息 最后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地图设计的核心决策逻辑 聊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将点元素 线元素 面元素 以及环境元素 进行了分离的设计 并且重新组合 这就是一张地图被设计出来的完整过程 接下来 我们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就是地图设计是一个非常庞大 而且复杂的工程 如何降低容错率 是整个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当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的生产流程时 首先 我们将整体的阶段分为了需求阶段 策略阶段和感官阶段 而生产阶段也分为了地边设计 需求重要度量化环屏 点线面封层设计 和地图合成视觉调整 每一个阶段都有严格的检验标准 环环相扣 保证每一个层级的决策都密而不疏 然而在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 地图的身影一直伴随着文明的延续发展 它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传输工具 也是打开未来世界的钥匙 从最古老的山海经地图 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卫星摇杆地图 再到数字化地图高度应用的今天 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离不开地图 但是 即使是今天 我们在比较复杂的场景下 使用地图时仍然有进步的空间 比如大型的多层商场 这说明地图在进化 还远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 仅仅是二维数字地图 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对生活的需求 那么在未来 我们的地图能否表达出 更加全面的信息呢 我们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让我们看一个概念短片 在这个演示中 地图不再是单一割裂存在的工具 而是承载了完整时空信息概念的统一体 这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 未来的地图和世界 是不是可以融为一体呢 我们可以在地图中 看到非常宏观的信息 同时呢 也可以在地图中看到非常微观的具体信息 并且可以看到 动态的时间信息 和空间信息的组合体 最近非常火的元宇宙 那么 在这个概念下 大家有没有去想象 在未来元宇宙的空间里 我们的地图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我相信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样的地图很快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的最后 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小感悟 依稀记得第一次看到那张 不拼搏网少年的网易校招海报时 我还是一个酷爱游戏的懵懂少年 我很庆幸 我今天也成为了一名游戏开发者 从小到大 不断地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那么喜欢玩游戏 当我在爱泽拉斯广袤的世界里探索的时候 只有我懂这是为什么 而直到今天 我都相信 不论是游戏还是现实 无论多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有一颗勇于探索的心 就一定能找到 打开世界的那一粒沙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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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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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